爸爸,你看这里有个宝宝 男人抱起脏兮兮的我,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二话不说,就把我抱到家中冲洗 围了奶粉后,我没有再哭了 小哥哥很喜欢我,把我抱在床上逗我玩 小哥哥想让男人留下我,可男人有点委屈 自己老婆几年前就跟隔壁老王走了 去年又摔断了腿,儿子要上学 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,只能把我送到孤儿院 但小哥哥非常伤心紧跟着在男人身后哭哭啼啼 要留下我,男人牙关一紧就把我留下来 男人为了撑起这个家,不得不做3.14份工 哥哥就在旁边给我围米粉,转眼就三岁了 养父让我管他叫狗爹 村长看到我家特殊情况就跟校长商量 让哥哥上学带我一起 一晃几年,我和哥哥上了小学 狗爹的压力越来越大 周末同学们都有好玩的玩具 而我和哥哥就去捡瓶子 我渐渐长大,想向哥哥管狗爹叫爸爸 狗爹激动的落泪了 12岁的时候,我上了重点中学 村长觉得狗爹是个老实人 就想把表妹介绍给狗爹 但狗爹怕哥哥和我到了新家庭受冷落就拒绝了 我上初三那年,狗爹因为尝试